哈囉大家好我是葉長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各位小小聊聊 大家敲碗已久的讀書方法 那是什麼讀書方法呢 就是為什麼身為醫學生的我 不做筆記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各位小小聊聊 如何不做筆記 等等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敲完了不是怎麼做筆記嗎 怎麼會變成 不做筆記了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一夜朝不是不做筆記的 你們現在可能滿臉黑的問號 一夜朝什麼不做筆記就可以考上醫學系 我會在等一下的影片呢 跟大家解釋為什麼不做筆記 好啦那在開始之前呢 有幾件事情我想先跟大家說明 就是不管是今天這支影片 或者是將來有關讀書方法 或者是經驗分享的影片 都是以我個人的經驗出發 所以呢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很重要所以講三遍 我怕大家沒聽清楚我再講一遍好了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不是說我的讀書方法就是最好的 或者是別的讀書方法就是不好的 所以完全沒有要批評任何讀書方法的意思 只是希望如果在看影片的各位呢 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那可以從影片中學習一些觀念 然後去修正自己的讀書方法 我所謂的不做筆記是指不做像這樣子 精美的筆記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畫的圖呢 還算整齊 然後排版跟寫字呢 也還算工整 但是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在這個上面 因為我本身字寫的不是很好看 要寫成這樣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一生字很醜的笑話跟跟塗毛 另外就是我拿解剖筆記來比喻是有一些不恰當 因為如果沒有塗譜或者是APP的話 那這門學科可能真的只能靠畫圖來比較有效率的學習 高中的時候其實也有想過要把 國文、社會、自然等等這些科目的筆記做得漂亮 因為當你有一本漂亮的筆記了之後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但是我試了一學期以後發現 這並不是最適合我的讀書方式 因為我需要把很多腦袋再把它字寫得漂亮 然後把它表格畫得整齊 所以筆記的內容反而沒有進到我的檔 而且當我做完筆記的時候 反而會有一種錯覺就是 我把這個章節讀過了 所以之後複習的時候就會自動的簡單帶過 導致考試的時候呢 題目可能有讀過 但是筆記的內容都記不起來 那當然成績就不會太好 那當時的我呢 就有點陷入所謂的低等型分線型當中 就變成說我的這些時間 並不是用在最有效率的學習上面 反而是做了很多所謂的美工 而不是以考試導向的筆記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可以透過做精美筆記 就打過有效學習的人 那就不是所謂的低等型分線型 其實對於我而言 當我想要把筆記做得漂亮的時候 我是沒辦法有效的學習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低等型分線型 另外就是當我們想要上課的時候做筆記 其實是有一些難度的 因為根據統計 老師的語數大概是每秒三個字 那我們寫字的速度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個字 所以很難在上課的時候 就把老師的話 安整地記錄下來 過於專注在抄寫老師的話 可能會失去了上課學習的機會 所以你可能就要再花更多時間 去把這個地方讀起來 那學習上的效果 就成了這些扣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各位小跑的費從影片中學習到什麼 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